最近国军的军纪事件频传 从海军军械疏失 马祖的部队火防缺肉 到金门二胆岛上兵失联 一连串的事件在短短10天之内被爆出 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表示 他自己大胆假设 这些都不是巧合 可能后面还有阴谋 而就在前一天 国防部长邱国震才说出正话 说会扮很多人 掉脑袋没有话讲 而先前陆战队九九旅 遗失的两件步枪枪机 当天下午就在营区内巡货了 我会扮很多人 而且这个扮 会扮很多人 掉脑袋没有话讲 点凉起调查案 让国防部长邱国震很火大 前一天才在立法院料化 当天下午陆战九九旅 遗失的踢勾腰步枪 两支枪机就找到了 科载疗营区 工具箱在联合库房的工具箱 找到这个任务 我们就是移给司法去办 毕竟踢勾腰步枪枪机 去年六月就发现不见 责任归属还要厘清 只不过近期评传军纪案件 从这个月初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指控 台湾退役军官附中出卖情报 接着马祖举光爆出营区火房缺肉 阿兵哥还在沙滩写字抱怨 八号一天传出两起吊枪案件 九号金门二胆上兵失联 至今人还在厦门 更有多个退伍军人社团 号召五百人要去中国 参加黄埔校庆 一连串事件在十天内发生 退伏会主委冯世宽 认为案情不单纯 军事专家也怀疑 可能是被刻意操作 更审慎的就是说 考量到这可能是 敌方就是蓄意的系统性的操作 来影响国人的军心士气 先不录的联报军禁案 背后原因如何让台湾人 对国军重拾信心才是当务之急 江湾环雅台报道